在台南热闹的夜市里 有一间手条饮料店 一开始营业就大排长龙 香醇的茶饮 与招牌全手工的黑糖系列 都是顾客们的最爱 我觉得它的茶叶的味道还蛮浓郁的 喝了还会回甘 我觉得还不错 跟其他店比起来 它的茶叶是很天然的 我常来这边喝 我觉得他们黑糖好喝就是好喝 在他们有散发一种 就是天然的农村香 就是他们真的是用手炒去炒的黑糖 然后喝出来就是特别有味道 浓郁香醇 就是来自古法炒黑糖的味道 有着成熟功夫 现炒的这位女孩 邦林 竟是这个品牌的创办人 在高中毕业后 立即轻轻的她就出来创业 我们高中刚要考大学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一直叫饮料来喝 我们里面就有个同学 他是不太喝饮料的 就过了每周久之后 他就发现说 他没有喝饮料之后 变成说头脑变得很清新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糖对人体的影响会这么大 然后我想说 那如果现在我们出一种 有就是不要裹糖的饮料 那对我们这种学生的话 也是很好的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最刚开始 就只有所谓裹糖换蔗糖 刚也没有想到黑糖 因为那时候我奶奶她刚过世 她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她也会泡这种黑糖的东西给我们喝 就为了找那个味道 真的花了很大的一个时间 跟精力去把这种东西研发出来 就希望把奶奶的那个味道找回来 其实真的差一点要放弃 因为前面真的太辛苦了 而且因为我们年纪很小 很多人都没有很看好 为了争那一口气 就要把它做好这样 为了争一口气 帮您努力打听 在短时间内就在台南闯出名声 除了黑糖系列颇受顾客欢迎 店里也严选各种原料与天然食材 研制出各种健康原味的高人气饮品 而喜欢不断研发新口味的邦铃 也推出养生的蕎麦系列 蕎麦它是在谷裂里面 它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一个作物 所以我们就想说 如果这种比较养生的东西 然后配合我们的蔗糖 其实喝饮料 它可以变成一件很养生的事情 勇敢创新也做出好口碑 这些年陆续有伙伴加入经营 方琳也投入心力一起打拼 传承品质的坚持与理念 我们找的合作对象 我们都会希望说 这原物料的坚持 然后怎么做 对食材的管控 那个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把一间店变第二间店的时候 中间的磨合是很重要的 像民族店店长雅芬 其实对于刚才在合作的时候 大家都很辛苦很感谢他 因为他真的做得很好 把他自己对食材坚持 都完全发挥在客人身上 客人都喝得到他很用心的饮料 我们当初也是在夜市喝 因为我们自己有小朋友 也是希望小朋友喝到很天然的就是糖 他们的这糖黑糖就是熟炒的 我也是看到说就是很养生的饮品 就是跟他们这样子一起合作 一起努力 刚开始我们就是味道不够 或者是珍珠煮不好 房领他就会就是协助我们 然后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把这个健康的饮品 带给更多的人 因为可能因为他自己刚开始 创业的时候也是很年轻 那他也懂我们年轻人要创业的时候 那种无助的感觉 从一开始就慢慢一步一脚印带领我们 伙伴们都是在夜市总颠训练出来的 邦凌用心带领这群年轻人 能够努力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我在受训的时候 我学到最宝贵的是观念 品质还有团队精神 团队之中我学到的是大家互相 其实在大家互相当中 我觉得很开心 可以跟大家一起这样同干共苦 所以我们要一起打拼这片蓝图 把这个品牌做到最好 我在这里学到很多 就是其实本来只是一个被受训的人 然后现在可以教别人做好卫生 还有服务品的部分 顾这个品牌的形象 当我们的店越开越多之后 绝对不是开心的时候 需要真正的去更认真的把关 每一个每一道程序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伙伴们 可以一起努力 把这个理念推广出去 然后也让更多年轻人知道说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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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